好了 画到这里 这是原有的 可能更多的是根据它观影关系 常规的观影关系来 画的一些颜色 那么接下来呢 要做一个比较残忍的事情 首先 受光的这里 这个重色面 我要把它加重 这就不是常规的 观影关系了 加重 这个重回面 显得比左边这一块 肯定是要重很多 然后第二 把右边这一块的透光 体量 这个体量的光的中心 这一带呢 它会有一个小的 特别白的一个地方 剧烈的体量一下 高光 我还是稍微地塑造 精致一点点 给它卡下边 稍微地卡下边 塑造精致一点点 它不仅仅只是这样一长条的 它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还是那句话 会根据 你的室内 或者说你的 它本身的一个受光的光源 有关系 在光源旁边呢 有一道小小的这种 环境光 不管是玻璃还是塑料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元素会很多 因为它受到的环境的影响 会特别大 我们任何物体都不是完全 就是出于你而不染的那种状态啊 但是呢 我觉得特殊质感物体呢 对于这一块的表达 会显得尤为的不一样 会显得尤为的突出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来塑造 这里我用一只HB 或者说用一只RB来表达都可以 铅笔可以削尖一点点 太动了的话 很难表达这样的细节 在这里有一个转折 跟话语言一样的道理啊 这里有个转折 转到旁边去 转到后面去 能慢慢地延伸出来 那么这一块呢 由于压缩比较严重 它会比较重 中间的张开的这个 中间位置呢 它的压缩没有那么重啊 所以会相对浅一点点 这种细微关系 我们也要给它表达清楚 好了 这一块 大概这个位置呢 是它里面交界线的位置 所以同样 它是比较的深颜色的 同时这个深颜色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比较好的事情 就是它把上面的 透光的这一块带呢 透光的这一块颜色呢 给它拉得更强 这个对比 拉得更强烈 这也是比较好的 拉得更强烈以后 这个质感呈现就会越大 OK 好 上面这个圈圈和下面那个圈圈 它是一体的 它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我们两个圈圈一起画 下面这个圈圈和上面很类似 那这卷进去 这卷出来 这也是明亚交界线 很类似 但是呢 下面这里呢 我会画得相对的没那么实 对比相对弱一点点 这种虚实关系的呈现 会要让它更加的明显 那这样虚实关系 可以把下面稍微再做强一点 都能接受 但是呢 这样的关系一定要出来啊 所以我们把视觉引导 都会引导到上面这一块了 好了 然后呢 在里边 先画深的还是浅的 先画深的吧 深的这里呢 有一个很耗时间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里有一个字 有几个字啊 如果说我们一一地把它画出来 可以 肯定可以 但是呢 它会很花时间 如果你们想 就这么留着 或者说相对虚地 画出这几个字来 可以吗 也可以 所以这里呢 就看大家的时间 应用的够不够 那么我为了 隐藏一下这个商标啊 我为了隐藏一下这个品牌啊 所以我就画一些其他的吧 好吧 这商标上的字 这个字一写出来呢 我感觉 我的一个副页就有了 这一个比较难的字 挑战一下 OK 当然这还只是其中的第一步 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就是要把它的颜色填充完 这个细节呢 是非常的花时间的 如果你只是一个习坐的话 我觉得也没必要去 给它画得这么的精致啊 给它画出来 没必要 自己画着玩也可以 当然了 还有一招 大家好 我跟大家揭晓啊 你不仅仅 只是能够这么去画 你还有一招 会相对轻松一点 说白了 这么去画这个字的话呢 是一种 非力不讨好的事情 你画了 但是你不一定因为 你这样画了 而能够增添很多的色彩 你这么认真的去画了 也顶都只是多了几个字 所以自由取舍啊 好了 这个操作呢 没什么太多讲的 我们可以跨进一下 fouggle 拳 还 med 廓 徐 还 ald 启 Gam 克 OK我们把这几个字扣出来了以后呢 接下来我用4B 把整个的这个重颜色这一块的标签 把它画得更重一点 然后体积关系 让它更加的有一个进一步的呈现 对这个棉植线 这个附近给它加重 你看上面是用4B的自动铅笔画的 下面是用4B的普通铅笔画的 你会发现自动铅笔要能够画重很多啊 因为它很尖压长大 所以呢能够画得很黑 这旁边会有很多很多的说明啊之类的 有很多小字啊 那我就不一一的再去写了 如果我把它写出来 我可能就疯掉了哈 你们就没有下一集可以看了 给它留出一个小的块面来 然后呢在小的这个颜色块面上 再做一点点的体积感就可以了 所以外面这一个颜色呢 给它一个小灰色 过度一下 让它往后面转过去 根化球体是一个意思啊 或者说根化圆柱体 石膏的那个柱体是一个意思 用纸笔给它过度一下 让这个画面上呢会显得细腻一点 它毕竟是一张塑料的这个纸 虽然它不透明啊 但是那种细腻的呈现 我们还是需要 再把左边补上 这个地方也是它明暗交接线的附近 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地呈现一下这块颜色 好的 由于这里是反光 所以它转过去的方法呢 就是稍微地给它留浅一点 你这么去摆 这一个瓶子 它所呈现的光影关系也会是这样 还是那句话 它跟圆柱体是一个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去找一找 我们清语素描的系列课程里面 画圆柱体那一节课 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表达 再给它加强一下这一块 明暗交接线这个附近 让它体积感进一步地呈现 你的这张标签只立起来了 上面和下面这个透明的地方 它也会更加容易立起来一些 上面是一张白色的部分 那么我呢用二笔铅笔来画 这明暗交接线稍微给它过渡一下 不要让它这么地坚硬 这样子呢会显得比较圆 我的线条会画得相对比较少 然后行稍微地给它卡一卡边 好了 主要集中的颜色加强在 明暗交接线这个附近啊 给它压一压加强一下 把这个体积感呈现出来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或者说小的纹路 它是次要的 它只是为了让整个画面增添一些色彩 更重要的是 它本来应该有的体积感 好 等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体积感做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呈现一些趣味性的小东西 这是一座山 那么这座山呢 它是稍微表达一点点的体积感就行了 毕竟是一张平面的图 所以我们不要去把它把立体感画出来啊 这里涉及到 以前有很多同学画那个书本呢 画那种 画中有画的场景 它画的一张画里面还有一张画 或者说书本里面会有图片 然后由于我们画体积画习惯了 结果在书本里面的那个人 或者说那个物体 也会给它呈现出很强的体积感 其实这会觉得 有点看3D电影一样啊 这里边的 平面里边的东西竟然也是立体的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它既然是平面上的东西的话 我们尽可能的 就把它画成平面的东西就行了 就不需要去表达它过多的体积感 这个是水 水润万物而不争 所以这就是水的品格 它是润物系无声的性格啊 所以我呢 就给自己取名了清语 那同学们 头一次听到我这个名字的以后来 是不是 当然也希望清语素描的 这个系列课程啊 能够带给你们一些些的帮助 这个课程我录了 现在有一两年了啊 我录了一两年的视频 虽然录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多啊 也就那么十几套几十套 但是呢我会一直坚持地录下去 你们想要什么样的 或者说想往哪方面去学 也可以留言给我 我的个人Q号是 17079225 我的个人微博就是清语素描 当然你给我留言的 我不一定能够立刻马上给你 呈现出来 他美的承诺 因为是他年轻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 至于那个视频什么时候出来呢 我们就等他出来再说 好 好